本席没有善用职权去施压任何国土署的成员 当时是请国土署跟我们新北市水利局 召开一个新北市中和区有关于污水下水道 建设迟缓的一个问题 黑法院国事论坛国民党立委张志伦一上台 就喊冤没有利用职权施压行政部门 因为4月9号说的这段话 被质疑是为了自家在新北中和辉瑶地区的土地都更案 行政院各部会有行政疏失的一些问题 以及有地方建设迟缓的一些问题 所以我们才提出这些预算案的这个冻结 希望民进党党团这边悬崖热马 利用立委职务之便 公然阻挠内政部博出署的预算 透过审查争取动知 为的不是公共利益 而是自家土地都更的私利 辉瑶生意园区发展计划 由新北市政府提出 现在在国土管理会所审 蓝色的部分就是这个计划的范围 红点点是张志伦家族在这块地方持有的土地 昔日竞争对手民进党发言人吴珍 公布张志伦家族在辉瑶地区的持有土地状况 实际到当地查看 现在多半是农业用地 这里是中和低度开发的辉瑶地 有许多工厂在这里 还有许多的农田在耕作 未来这一大片面积都将改造成生意园区 不过张志伦就被爆料 他的家族在这里有17匹土地 但组面积高达1724平 如果这个园区计划一通过 地幕要变更 变工业地 变住宅建地 变产业园区建地 哇这个利益数十几亿 2020年陈锦定也就是张志伦的妈妈 叫新北市政府加速来推动 辉瑶生意园区的发展计划 中央的部分怎么办呢 就靠现在儿子张志伦 国土管理署通通给你下马威了 张志伦对国土署冻结预算案提复议 自家立委没人敢投票 只是过去曾被算是土地主人 如今被质疑用职权替自家土地掏金 再度引发争议 免选成员软明周新北报导